词曲 准备 哎呦 我听说这种小时候很难养 还需要很细心放该咱们养好 那把它们养的这么好 就是太不容易了 真漂亮 其实也不难养 就是透气的土壤 加上注意浇水就行 也好 这个是你的手工制作啊 太有艺术感觉了 这都入小制品做得太精致了 真的好喜欢 阿姨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就送给你吧 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手可真巧 真的送给我呀 真的送给你 来 我给你戴上 好好好 戴上 好了 真别致 谢谢你 阿德 我真的很喜欢 我也就是搞老娃娃的 小玩意儿 阿德 你是个快乐的孩子 性格上啊 正好和我们舒威能互补 她表面上成嫩内向 又不爱讲话 还有一套自己刻板的理论 这一点啊 一点都不像我和她爸爸 这以后啊 就要看你 能不能把她这个常规打破 搞艺术的嘛 总是应该有点突破的 你说对吧 就是 她就是太闷了 平时你工作不忙的时候 别老在家待着 走一走转一转 知道了爸 我其实一直都有处局的 那她会不会跟你聊天啊 聊 聊的 她有的时候还会开解我 虽然话很古晚 但还挺晚用 你可真是个贴心的孩子 小赵 这几天辛苦你挺好啊 防止有人恶性攻击我们的嘉宾 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我 对 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有事随着联系我 好的 恶性攻击 有一件事 不知道算不算 就是这个IP 一直私信咱们的节目和贝耳朵 每天都在发 已经持续很多天了 而且 骂贝耳朵骂得很难听 我们一直在删她的评论 可是删了对方马上又反 好像和我们较近了一样 而且 这个网络地址的账户啊 一直不停地向叶书薇表白 很奇怪 好像 好像拿叶书薇 当自己男朋友一样 不行 我得给耳朵打个电话 提醒她一下 不是 你别着急啊 这人估计就是一个键盘响 递谁骂谁 在发泄狂猫 我看未必 如果她真的把叶书薇 当自己的男朋友 那耳朵很可能会成为她 现实生活中的攻击对象 这样的疯狂粉丝不是没有啊 没有啊 有些接电话 不好意思啊 你去看看 喂 栗子啊 怎么了 喂 二朵 哎 你看微博了吗 还没来及看呢 是这样啊 叶书薇去接你的那个照片 被网友发到网上了 叶书薇人气现在逐步增加 你一定要好好配合她 不要拖她后腿 知道吗 我拖叶书薇的后腿 我拖叶书薇的后腿 我大不了半大前腿 你 你怎么说话鬼鬼祟祟 你在不在家 啊 我在家呀 我那个 夜睡爸爸妈妈来了吗 我真陪阿姨聊天呢 哎呦 婆婆 哎呦 你现在就要搞好婆媳关系了 你可以啊你 哎 耳朵我跟你说正事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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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 喂 耳朵